我們現在來講課本的 這個在課本的應該是1.5.3這個章節 特別講到shadowcopy 那麼shadowcopy的概念呢 其實就是在使用class的時候你要特別小心 那麼一般來講我們在C++裡面可以產生一個class 那class呢你可以從class的規範 然後產生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就有class裡面各個欄位的特性 那我們來先看一個簡單的範例 在這個範例裡面呢我的class寫成這個樣子 我這個是class的定義 那麼我有寫public表示這裡面的函數啊 這裡面的property啊 都是外面可以去access 外面可以去動用到裡面的東西 如果我沒有寫public 那它預設就是private 這個各位應該都知道 那我定義一個class呢 第一個呢我有class的名稱 名稱叫myvector 那myvector裡面呢你要定義兩個函數 中文叫做建構子和結構子 其實聽不出來是什麼東西 那英文叫constructor和destructor 就是說你建立一個物件 你怎麼樣產生這個物件 然後最後要把它消滅掉 又怎麼把它消滅 那在這裡呢 這兩個都是constructor 這兩個constructor呢 它要建立物件的時候呢 它內部會產生一個向量 如果說你有指定向量的長度 n在這裡 那它就有沒有 data等於new integer size size等於n 先把這個n設定到它的 這個一個 這個size在這裡 這是它的 Member variable 或是講是它的property 就是在裡面的一個變數可以來儲存 我裡面放的矩陣的大小 那這是矩陣 它的名稱 或是pointer 意思是一樣 那如果你有指定 它就直接呼叫第一行 就可以把我的矩陣data照出來 但是如果你沒有指定 它就會跑第二行 第二行呢 它預設指徑的長度就等於10 那一樣把矩陣照出來 這個就是所謂的叫function overloading 它會看你送進來argument有幾個 然後分別去呼叫不同的函數 那你想當然很簡單 我要假設嘛 我這個myfactor 放的是各位 譬如說小考的成績 然後裡面就有10個元素在裡面 那我一產生這樣的一個物件 裡面就有10個位置 我可以放各位的成績 那當然 當你要把這個物件要消失 要把它砍掉 要移除的時候呢 那這時候它會呼叫 這個叫destructor 前面加一個小蚯蚓 記得不管是constructor或是destructor 它的名稱都跟class的名稱一樣 在這裡 這是它的constructor 這是destructor 都必須跟原先class的名稱要一樣 那你看看 這樣的一個class的定義 聽起來很好啊 沒有問題啊 對不對 產生一個物件 我裡面就assign 假設N等於 假設N等於 假設N等於100好的 產生一個100的 長度為100的想像這樣 然後我要離開的時候 這個物件要消滅的時候 這個物件要消滅的時候 我就把它叠叠掉 這樣是不是再簡單不過 但是 物件的好處就是 物件你可以 產生 也可以copy 也可以做assignment 我們來看看 假設 這樣子 好 第一行 產生一個物件 叫A 這個A就根據 my vector class 所產生的物件 然後我設100 N等於100 所以它就是 直接會呼叫 這樣的 呼叫這一行的constructor 那就產生一個長度的100 像這樣 都沒有問題 那第二件事情呢 那我 宣告另外一個向量 另外一個物件叫B B等於A 好 這會發生什麼事情 理論上 它就是把A的所有的東西 copy一份到 把A的所有的東西 copy一份到B嘛 對不對 就是直接想著 就copy過來 好 copy過來呢 那你就會發生 兩個問題 我這邊秀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quiz要考的 請問你會發生什麼問題 第一個問題叫做 shared memory 為什麼會shared 很簡單嘛 因為 這個data就是一個pointer而已 這是一個pointer 所以你直接把它assign到B 那B也是一個pointer 直到同一個位置 所以假設A B是學生的話 那我改B的成績也會改到A的成績 改A的成績也會改到B的成績 這個是我們要的嗎 那是看情況 不見得是搖頭 譬如說我們這邊大家都在玩game 然後有一個共同的排行榜 那沒問題啊 排行榜就是共同的嘛 就只到一個同一個矩陣 但是我要方每一個人的分數的時候 你就不能這樣子啊 我改A的成績 A本來考100分 那B考20分 我20分一改 A的成績也改掉 那它是不是很倒楣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shared memory 第二個問題呢 會發生的叫double deletion 因為他們只到同一個變數 當你這個要呼叫destructor的時候 要把它砍掉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會被叫兩遍 有沒有 這裡 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不是這問題就 光這樣就會發生兩個問題了 這就是課本那個章節1.5.3 要說明的細節就是這一部分 好 這是第一種問題 因為當你這樣寫的時候呢 它就會呼叫 內定的一個copy constructor 然後就會發生這個現象 那另外一個現象不太一樣 各位看這裡 這個現象呢 它是先產生一個 物件叫c 那當你產生物件的時候 它會用 你並沒有送任何參數進去嘛 所以它會呼叫 呼叫這一行 在這裡 呼叫這一行 然後產生一個 向量長度等於10 的矩陣在裡面 這沒有問題 它就產生了 但是你把它蓋過去在這裡 有沒有 一樣就把它蓋過去 那你原來的pointer就不見了 在這世界上就人間蒸發消失了 所以這裡會發生三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share memory 一樣我的memory是share的 你改 改 改 改a的成績也會改到c的成績 因為c 把a說的 裡面的member variable全部 考配分過來 然後memory leak 因為原來在c裡面的memory不見了 永遠不會 你就抓不到它 那第三個呢 還有double deletion 所以 有兩個問題跟前面一樣 但它多了一個問題 就是memory leak 那為什麼會memory leak呢 因為你當初allocate這塊的時候 它就已經把memory allocate出來 那當你做assignment的時候 它就把memory pointer把它蓋掉 就找不到原來的pointer 這樣了解嗎 那這個是比較底層的問題 各位寫程式嘛 可能不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但只是這個課本剛好講得很詳細 那我就把這一部分再說明一遍 其實我沒有看這本課本之前 我也沒有注意到這個現象 所以表示這個是很底層 但是絕對要小心 因為你寫一次大程式這種情況 常常會發生 你常常在copy 在做assignment 那如果中間有 有在constructor部分就有allocate memory destructor部分有delete memory 就一定會發生這樣的現象 所以要特別小心 那至於要怎麼解這個問題呢 怎麼樣讓它不要發生 這邊有三個問題 這邊有兩個問題 這邊有三個問題 只要把這個問題解掉 那我這邊有列出來它的solution 那solution就比較麻煩 那有興趣的可以 我這邊仔細講一下 那有興趣的可以回到課本裡面慢慢去看 所以你要定一個copy constructor 這裡 新的 第一個assignment operator 那所謂的copy constructor 是當你在copy的時候 你要把 有沒有根據這個a要copy出來 你要把它的size等於它 然後data等於它 但是data你要重新 有沒有在這裡 重新new一組data 這樣就不會發生share memory的問題 然後new出來後 把a的所有的 vector裡面的詞全部拷貝一分出來 這是copy constructor 那另外一個是assignment operator assignment operator 這邊特別注意 這邊你看 它寫operator等號 意思就是說它要重新定義等號的運作的方式 各位注意 我們通常寫 譬如說我寫 a等於b 在c++裡面呢 會等於 它全等於它互叫是 a點operator 等號 然後b 這兩個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所以它現在是重新定義 這個方法 把這個方法把它改掉 所以當你執行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它就會執行這個函數 那這裡面做的事情也是跟前面一樣 就是要特別注意有些情況 這個this就是將來要回傳的物件 那a就是你送進來的物件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先把它delete掉 然後再initiate一個東西等等等等 那這個細節 所以要解這個問題 各位記得去課本上好好看一遍 那它就會描述得很清楚 特別是如果this 它如果說不等於a 這個是要防止 如果你寫一種東西叫a等於a 那這種情況下它把它b掉 所以有一個if在這裡 把它b掉之後 然後就執行該做的事把它做完 好這個細節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再往下看 然後這邊就我們的example範例跟剛剛一樣 這裡有一個shadowcopy00.cpp 各位可以直接去執行一下 看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deepcopy00這就是把它改掉 把前面的問題把它改掉 那就是改掉的方法 各位可以到網頁下載 跑一片就知道裡面發生什麼問題 所以lesson learned 你到底學到什麼東西 只要你的class 產生那一剎那有allocated memory 不管是new 不管是maylog 不管是kelo等等 那你一定要定義新的copy constructor 跟新的assignment operator 不然就會發生我前面講的那個錯誤 這是最基本的原則 我這邊就是其實這邊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 how to check memory leak 在windows 有一支程式叫purify 各位可以查一下 但purify是要錢的 現在是IBM在賣這支程式 那在UNISC 有faircronite 可以去抓memory leak 那有沒有其他方法呢 可能有 如果你有知道任何方法 麻煩在FB post一下 也真的有其他軟體可以做這個事情 那當我在念書的時候 也很久以前了 好幾十年前的事情 我們那時候沒有purify 沒有faircronite 我們有一個debugger debugger就是command line command line就是一步一步行 走到那裡 然後 譬如說db stop 在第幾行 停下來 然後就檢查變數 檢查完 然後再走一步 走一步再檢查 那是很花時間的事情 那我有一次 檢查了老半天 有一個晚上吧 第二天我實在受不了 我說我找學長問看看 這個應該有很厲害的學長 我就找到一個command line的學長 幫我看一下 我說我發生這個bug 麻煩幫我看一下 我幫他解釋 要解釋老半天 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各位知道嗎 當你陳世瑪寫得很複雜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你在幹嘛 要解釋給他聽 他就很耐心在那邊聽聽聽聽 聽聽講完他就照著操作一遍 然後最後他晃了 然後他說 啊 你的debugger有bug 這時候你該怎麼辦 就昏倒 就直接昏倒 直接撞槍死了算 所以這些事情都要特別小心 你的debugger有bug 那個debugger也不是我寫的 那是人家release出來的 所以要特別小心 但是現在還好 有purify跟vergonide好很多 那 如果我這邊講 如果碰到double deletion 要怎樣把它清除掉呢 double deletion還簡單 你要任何 你要free 或是delete的一段memory之前 先check 它有沒有被free掉 那這個還簡單 那如果你用stl vector 會不會有類似的問題呢 各位可以試看看 這個我全部都講完就沒意思了 各位去試看看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如果how to avoid memory leak 其實就是stl多用一些 就比較不會發生memory leak的問題 我們待會看到stl的翻例 quiz 今天會考的 題目都已經公佈了 但是題目 我也稍微改一下 但是沒差多少 給你一個class的定義 然後這個class叫student 一個學生 那麼學生 預設值 像這個integg n等於3 表示說 如果沒有送任何東西進去 我就假設n等於3 這也是C++裡面的一個新的方式 叫default argument 那這樣寫的好處呢 就是把前面兩個combine在一起 你有送東西進來 我就有新的n值 如果沒送東西進來 我就假設n等於3 那你這樣我就assign一個count 考小考的次數 然後我的score 就要記錄我的小考的 3次小考的成績 如果n等於10 那就是10次小考的成績 然後這邊就直接把它delete 一看到這個樣子 你就知道說 小心 這邊會有問題 你在做copy 你在做assignment 都會發生問題 那我這邊就不管它 雖然是有問題 我也就不理它了 我們看看main program 會發生什麼問題 我先 這邊特別注意 因為我這個string在這裡 這個string是指著 也是c++裡面特有的 也是在standard temporary library 裡面support 字串 會比c的字串還要好用一些 那我就先 產生一個a的物件 所以這邊就設定有沒有 所以a.name等於john 然後a.score 會等於多少呢 我剛才設70 第一次70 第二次80 第三次我沒有設定 但是我把 a的值設定給b 然後從b裡面去改他 然後b的名字叫mary b的只有記錄最後一次的成績 那因為他memory是copy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所以最後得到a的score 也會等於70 80 90 但b呢 b的name 那你把他改掉啦 所以是mary 那b的score呢 就會跟a完全一模一樣 70 80 90 因為他們是share memory 直到同一個位置 所以a去改他 b去改他 都會改到 共同的一塊層級 那你會問說 那為什麼名字沒有被改掉 名字沒有被改掉 它name也就是john 到下面把它改掉了 但是注意 這個 這個name是一個Stream的type Stream在STL裡面 你把它copy出來 它就會copy新的一份出來 所以不會指到同樣一個memory 這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們最後得到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這邊問說 2 potential problems of this program 就發生在這裡嘛 我們剛剛講過了 第一個是share memory memory是意思 第二個是double delete 就算你希望memory是share沒有問題 我就照樣 但是程式碼要結束那一剎啦 你會delete 因為a和b的score是直到同一個項量 你會把它delete兩遍 這邊就一樣會發生問題 所以這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share memory 一個是double delete 這樣了解嗎 先等一下 好 我們先把這部分走完 好 所以這部分就先說明到這裡 我們先說明了 我們先說明 謝謝你 我們先說明